今天很開心的可以看到我們山哥在努力了這麼久 馬上要前進我們的法國參加20小時的力慢大賽 不曉得對於自己還有這個所有的我們的AI的車隊有什麼樣的期望嗎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相信這邊的媒體有大半都是我們很多年來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們AI在這20多年來 一直在這個賽車這條路上一直很努力 那我很高興我們這次能夠參加這個力慢比賽 其實這個不只是我們AI的夢 就是所有參與這個賽車運動 全世界參與這個賽車運動的每一個人的心中的一個夢想 很高興我們現在能夠達成 要很謝謝說我的團隊 在過去尤其在過去這幾年我們從防射賽轉型到保特區提司 就是這樣每天他們的工作量是越來越大 那經常是分別不休跟住在外國 那天氣也是一個好的預兆 一開始的晴噴大雲 但是剛剛我們要開始的時候已經雨停了 是沒錯 那我希望的期許我必須要講的 我常常在很緊張朋友問我說 你對於這個大賽你比賽你有什麼樣的期許 有沒有什麼緊張有什麼比賽 你有什麼成績 沒有輸家只有贏家 因為只有贏家想能夠參賽 所以我頂得他的這一句話 給我更多的信心 我們會盡全力的去做 然後我們也希望能夠把獎背帶回來 那這就是我們的另外一個希望 很重要的我們希望把我們台灣的精神帶過去 讓大家知道全世界台灣也有好的車隊 好的車手 人生來說有什麼樣的成就感好不好 基本上我覺得賽車就是一個 對自己的一個自我挑戰 那從賽車的運動中 我們也結交到很多不同行業 不同國家的朋友 但是更重要的我覺得藉由出國比賽 我們把台灣帶到全世界 甚至把有機會上班獎台 我們甚至很驕傲的舉起我們的國旗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我們其實車隊還有另外添購一些模擬器材 那我們就是利用 有空檔時間我們就在模擬器材 去熟悉賽道去瞭解各種狀況 那當然還有過去一些錄影帶 我們都會在空閒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些檢討跟討論 是看起來最近也非常的忙碌對不對 好的有萬全人的準備呢 也有強大的信心一定呢 可以呢揚民國際 我們就做一些寬意嗎 這麼多的寬意